曹璋勇猛善战,是曹操最为得意的儿子之一 他在战场上多次立下赫赫战功,令敌军闻风丧胆 但就在曹璋功成名就,官知显赫之时 他却在家中突然离世了,许多后人推测他的离奇死因 或许是各个曹丕所示下的阴谋诡计 但真相究竟如何呢? 曹璋,字子文,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 母亲是武轩变皇后,曹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 政治家及诗人,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 而曹璋在年幼时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武艺 因此被誉为战斗力最高的儿子 曹璋的母亲武轩变皇后是地位很低的畅家 二十岁的时候被曹操纳为妾 建安初年,曹操正是丁夫人夫妻离开后立变世为正妻 变皇后共生下了四个儿子 分别是曹丕,曹璋,曹璋,曹植,曹雄 在曹操的几个有名的儿子中 除了曹雄早世外 其他几个儿子或多或少都有独特的专长 曹植文采高超 曹丕懂得治果,运筹为我 而排行老三的曹璋,因为有一撮金色的胡须 被戏称为黄须儿 他必利过人,射箭,驾车 鱼也受博得样样精通 跟随父亲南征北战 对于血腥的战争场面也毫不畏惧 虽然他有一个鼎鼎有名的枭雄老爸 但他绝对不是所谓的靠霸族 年纪轻轻的他,靠着惊人的武力 最终成为了散外胡人闻风丧胆的沙场名将 他在战场上多次立下赫赫战功 令敌军文风丧胆 曹操曾经批评他 不喜欢读书,又不学习圣贤之道 骑马基建不过是一介武夫的本领罢了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但是喜欢习武的曹张哪听得尽父亲的话 他回答 大丈夫应当效法为亲 或去病那样的大将军 率领十万之众在沙漠上驰骋 驱逐戎敌 建功立业 怎么会去当读书人呢 又有一次 曹操询问各个儿子的志向 曹张又说 我想当大将军 曹操随即反问 那你要怎么做一名优秀的将军呢 曹张果断地回答 披肩甲 握力气 面临危难不顾自己 身先士卒 有功必赏 有罪必法 他坚定地表明了 自己未来要成为一名称职的职业军人 英雄最炮无用武之地 公元218年 塞外的吴丸族起兵造反 曹张接受秘令率军征讨叛军 出发前曹操特别告诫他 在外征战绝对不能仗着老爸的名号胡作非为 乱打仗 曹张果然不负父亲的期望 除了大扩乌丸叛军之外 他还降服了辽东鲜卑大人科比呢 几乎平定了北方的叛乱 功成归国的曹张 聆听哥哥曹丕的建议 将功劳分享给所有将士 曹操看到儿子功成名就 高兴得不得了 频频拉着他的胡须 称赞道 我的黄须儿果然立下其功 除了英勇的战斗力 曹张还具有出色的军事组织 和指挥能力 他善于组织兵力 精通战术 能够因地制宜的调整战术 使部下士气高昂 信心倍增 三国制作者陈寿对曹张也赞誉有加 任成武艺壮梦 有将领之气 简单来说 陈寿认为曹张武艺高超 具有统帅和将领的风范 然而 命运之神并未眷顾这位英勇的将领 当曹操病重时 他的儿子们曹丕和曹植 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斗争 数月后 曹操去世 曹张大领军队进京 然而 曹张进京并非自发行为 而是受曹操传诏 才来到洛阳的 但这件事 遭到了曹丕的猜疑 最终 曹丕成功登基 成为曹卫的第一位皇帝 由于曹张过去在北京立下大功 曹丕特别下兆 为弟弟曹张 加官进绝 让他瞬间成为封地万户的大地主 尽管受封无数 战功标秉的曹张 仍然成了哥哥曹丕的眼中兵 被打入冷宫 不受重用 从此 再也没有外派打仗的机会了 回到封地后 他变得性情暴躁 严苛刚立 公元223年 曹张前往首都洛阳 朝见曹丕 然而却染上疾病 不久就在府邸闭逝 离奇的死因 令后人不免怀疑 身强体壮的曹张 怎么就这样染病死了 而且还是在接见哥哥之后就离世了 许多人将矛头指向 以身为尾王的曹丕 是说新语记载了 有关曹张死因的故事 相传当时曹张前往洛阳 拜见曹丕 两人约好一起下棋 聊天 曹丕为弟弟准备了一整盘的枣子 准备毒杀他 两人就这样一边下棋 一边吃枣 曹丕专挑无毒的吃 然而不知情的曹张 却吃了有毒的枣子 随后痛得在地上直打滚 在旁边关起的太后 急忙找水要救他 却迟迟找不到装水的容器 最终曹张在哥哥与母亲面前 悲惨的死去 然而 后世学者提出的证据 博取了这个说法 试说新语 毕竟只是小说文学 其中夹杂了虚构的故事 关于曹丕毒害曹张的故事 没有依据 最明确的证明是 曹张到洛阳 曹剑石的时节正是农历五月 这时候的枣子根本还没成熟 那么曹丕又怎么可能用枣子下毒害曹张呢 我个人认为曹丕没有必要杀害曹张 因为当初曹张虽然武艺过人 但他的志向是当一名出色的武将 作为君主 只凭一声武艺远远不够 因此 曹操虽然欣赏曹张的勇武 但也早早地将他排除在继承人之外了 曹丕当然清楚 曹张是不可能与他争夺皇位的 连一直争夺皇位的曹举 他都能放过 更不必毒死曹张 然而曹张统帅大军在外 难免会受到一些人的蛊惑 做出一些最不利于曹家的事情 因此 他没有得到重用也是有原因的 曹张的离奇死因至今仍然是谜团 也许真的只是意外染病而死 然而 曹张勇猛过人的特质和带兵打仗的能力 让人合理怀疑是成为曹丕眼中钉的主要原因 但是 没有证据表明 曹丕就是蓄意谋害他的杀人凶手 曹张热爱打仗 但被哥哥夺去军权后 只能留守在自己的封地 失去了征战沙场的机会 或许当时的他已经在精神上死去了